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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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芝菊 芝菊给你打架了 你快点探个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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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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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搞突击是吧 老子不怕 这都流血了 你还叫我 没事吧 走上医院去 上什么上 老爷们事你们别掺和 春林啊 谢谢你们啊 你回去吧 你是猴子的大声架呢 就是他们老老老找我事 其他没上过哪儿啊 你没事儿妈 没事儿子 真是不让我省心你的呀 看见他们 我饶不饶不饶不饶 二二二二二哥 你干吗呀你 你这把我摔的呀 杨小玉 谢谢你把我带回来啊 我有事我先走了 再见 你这是怎么了你 被一小撮的敌人偷 偷袭成功了 行了 你们两个都给我回家去 你怎么又跟人打架啊 小玉姐不不错 你们两个回不回去啊 不愧就在这儿待着 喂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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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家有人吗 你们家锅烧干了 小玉 爸 干什么呢 他们家锅烧干了 干了怕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着火了咋办啊 着火该 留该你才利所的 走 回去 说我该干什么 你说该的 你干什么 这个 你们家公收单了 谢谢啊 走开 我拿包 你搞定了 什么包 你今天到底干什么呢 我都不看 工作上都不顺 别给孩子脸子看了 两个礼拜家伙里烫 真是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 问你这闺女 怎么了这是 我跟你说 要不是我撞你 这进人家门了 你让他自己说说 玉 怎么回事啊 我一进来 看见许家锅烧干了 我就赶紧给端下来了 然后我爸撞见了 后来志海哥回来了 我爸说你赶紧回去 烧干了烧活了 跟你没关系 志海哥 志海哥 你笑得那么亲切呀你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不就端了个锅了吗 那锅看着他能不端吗 再说了 那赵伯怎么办 许家有信 那锅没信啊 别说锅没信啊 锅姓许 跟他们赢家没关系 你知道吗 他们家那么多人哪 一个个都老大不小了 锅干了为什么 自己不能端下来 又能找你多事吗 哥 这你别自作多情 你想干什么 怎么办 我都听着 跟我这装糊涂 好好好 我们都装糊涂 我们不对 就你爷儿对 真是 饭还没吃 熬一肚子气 走走走走 洗手去 你站住 我问你 你爸是怎么死的 他是自决于党 自决于人民 是吧 是 不不 不是 他是 是 可是他为什么 自决于党 自决于人民呢 谁逼的呀 你爸怎么死的 是不是还得让我 再说一遍呢 是我这个当妈的 没本事 到现在还让那个 丧尽天良的杨真 还住在对面 你先听我说 多少次 你们劝我爸过去 你俩是忘了 我也想忘 可是我忘得了吗 你个老不死的杨真 舔不知耻的 他就住在咱们对面 整天在你眼皮子底下 晃啊 晃啊 我一看见他 我就想起过去 我一看见他 我就想起你们死去的爸爸 我这心呢 就跟那小段弯的似的 我忘得了吗 老二 你爸死得冤的 你是个好孩子 你把这家医院科全都搁你身上了 你说你怎么越打越糊涂啊 你跟谁在一块儿不好啊 非得跟他这羊俊闺女在一块儿 你干脆宝贝给我当开 让你跟丧尽天良的东西 你们全家都过来 看看我这儿子有多孝顺 看看你爸爸死的有多好 妈 我和小玉在一块儿 跟他爸有什么关系呢 你再说一遍 你再跟我说一遍 我 那我出去吧 你给我站住 我去 大把死给我了 妈 你出去我妈气死了 怎么了 妈 你别把我 我死不了 我爱你 你拿给他 你拿给他 我给他 你拿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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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 杨小玉这事吧 就算了 你要非跟他好 咱俩死活不同意 按说小玉这孩子呢 也挺好的 你们俩从小在一块儿长大 一起上到幼儿园 上到小学 感情呢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可他毕竟是杨震的女儿啊 所以你就摇一摇 把他忘了 整天杨震杨震的烦死了 小玉他爸的事 咱妈记仇 你怎么也跟着记仇啊 这仇要记得哪辈子是个头儿 什么叫我也跟着记仇 要不是他杨震 咱爸能没忘 我放得好好地学不上 接咱妈的班 进场当了工人 那个是我是年龄 最小的一个 他们都光叫豆子 我这么做为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咱爸没了 妈生地不好 我是老大 我得撑这个家 要不然我们 都得喝西北风去 哥你别说了 我知道 你为了咱们家 为了我 做出了好多牺牲 我这个当弟弟的 要是忘了这一点 那我就不是人 哥你仔细想想 那个年代人都跟疯了似的 更何况他杨震的 比他更疯狂的 不是大有人在吗 那现在能怎么着 一命换一命 其实说白了 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牺牲品 包括他们家里人 行了行了 你的这些大道理呢 我听不懂 我也不想听 婉儿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可是最关键的时刻 千万不能分神 你不要以为美院 那么容易考上 你今天要是再考不上 你就该干吗干吗 你放心吧 大哥 我肯定会努力 但如果我要真考不上 我绝对不会连累你了 你说什么混账话呢 我的意思 今天给我必须考上 必须明白吗 这本世界美术呢 上期你不是没买着吗 也怪我 当时忘了给你钱 我今天正好去邮局 看这一集还在 所以就赶紧给你买了 对了 我把全年人都订了 到时候他们 按时给咱们家送吧 免得以后我们到来都忘了 大哥 这不少钱呢 你一次都交了 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 钱的事你不用考虑了 我哥呢 只要你把大学考上了 我们干什么都知道 对了 对了 从今往后 不许再惹咱妈生气了 咱妈身体不好 你要把咱妈气出个三长两短 就饶不了你 我妈 我衣服掉了颗扣子你给我缝上啊 这不是这样给你缝了吗 哦 你找颗 我衣服一样的扣子啊 事还不少 要不多难看啊 三啊 你现在啊 也不是个孩子吧 也不是个孩子吧